好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 各位请看 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脾气很好 对我也很包容 但结婚以后 她对我的关心和体贴也越来越少了 而且经常出去打牌 还总是骗我 脾气也变得很大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和我冷战 或者是和我大吵 最近一年 她经常和朋友在外面吃喝玩乐 而且还都是异性朋友 对家庭 对孩子的关心越来越少 我觉得她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 感觉不太爱我了 我希望她可以从自身找找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觉得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外面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让她总想着往外跑 不愿意回家 我觉得她心里已经没有这个家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走多久 掌声请出这一队有请 周先生31岁活动主持来自重庆 杨女士30岁个体来自四川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啊 四年了 孩子多大呀 两岁 男孩女孩啊 男孩 你觉得她不顾家对吧 因为她经常出外面的时间比我的多 有一次吧是这样的 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她 我说今晚上回来吃饭不 她说行 我今晚上回来吃 然后我叫爸妈把饭做好 然后我们一家人等她回来嘛 但是她一回到家 她就跟我们说 我出去吃 当时我跟我爸妈就这样 愣了一下 当时我本来打算回家吃饭的 然后走到楼下的时候 朋友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快出来 我早就有点事 我跟爸妈说 我说爸妈今天我不在家里吃饭 然后我就回房间换了衣服就走了 算偶发事件还是常发事件 几次吧 不算特别多 就最近一年几次 最近一年 还有什么呀 她经常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比如说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给她打电话 她就说 我等会儿就回来了 等会儿就回来了 老是这样等会儿等会儿 结果我等到十二点半了 她才回来 他们都没有走 我怎么好走 而且在哪里你也知道 你为什么你不来接我 回到家的时候 她就开始发脾气 没过几天之后 她又跟一些异性朋友 还发朋友圈 酒吧里面 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 等到大概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她回来了 最惊惊的 我就简单地就说一句 你觉得你对这个家 她还有这份关心吗 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 然后她说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 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 她对这个家庭可能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你知道我回来的态度你是什么吗 就是来大吵大闹 当时我肯定被你气着 我说了一点气话 但是你知道那一次我是在谈事啊 谈事你还要去酒吧谈吗 其实我本身我自己的性格 本身就是一种大大咧咧的 比较善于和外面的人一些沟通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业 都是我去交涉 去谈 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吃个饭而已 我回家你就一直闹 明明看着我喝了酒 然后你还指着我来骂 看着你对我根本就不好 蓝一句啊 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 什么样的老公就算对你好了 就在这个情景下 这种情景下看着我喝了酒 至少先来关心一下我呀 回来就找我闹 有这个必要吗 因为我心里不痛快 肯定我就得找你说呀 你又跑到酒吧里面 那肯定是去玩吧 然后你还就来说这个一句话 就觉得很伤我的心 就算我是在外面玩 回家你能等我酒醒了之后 第二天来和我说吗 你为什么非要大晚上的半夜起来和我闹 女生是觉得即使我不对 但是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争执 可能第二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你可能更接受这样的方式 是这意思吧 对啊 他现在就是这些异性朋友还不算啥 他还认了几个干哥哥 这些干哥哥其实在之前 我们谈恋的时候是认识的 对啊 我认识的时间 但是我就感觉最近一年 他跟这些干哥哥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 就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回来 然后我四点多钟到了家来 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吧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就说 她说小杨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 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套啊 问他我说 你今天下了班就给他打电话嘛 我说你下了班干嘛呀 我装作若无其事嘛 然后他说不怎么忙 他说我等会要去我们干哥哥家吃饭 他这些其实都跟我说了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老往这个干哥哥家里面跑 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走得越来越近 我就试探性的大概就了解到了 这个干哥哥的这个房子在哪儿 然后等到七点半的时候啊 我就跑到干哥哥他的这个房子里去啊 然后我就去敲了门 进门一看 就是四五个男的 就他一个女的 虽然没在喝酒 但是他在厨房洗菜 这让我感觉就特别心里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面平时家务活他也没怎么做 跑到别人家去表现得就很贤惠是不是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你在突然调查我是吗 那个我问一句啊 哥没个嫂子什么的吗 别人昏的 没别的意思就问问了 了解一下 你有娃对吧 对 两岁对吧 对 公公婆婆在帮你带对吧 对 正常情况下先生不在家 先生在家先生打把手 先生不在家 我讲有家的人 是不是应该先回家照顾一下家 而不是跟一个单身的哥哥吃饭 我意外认为 人的这种社交方式是跟你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有关系的 你有家的人是一种有家的社交方式 没家的人是一种没家的社交方式 对吧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因为 我就让你参考一下这个啊 那个 这个就算你们夫妻最 最大的矛盾 还有就是 还有呢 就这个事情嘛 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然后回家到那个晚上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我直接说 你竟然不 不愿意在这个家呆了 你把所有东西收拾走 你凭什么连我走 因为你的心都不在这个家了 我不在这个家 我可以自己走 为什么要你连我走 你可以去去其他地方呀 你不是说 为什么你要连我走 这是你个人个人的家吗 做算这些 你可以去他家呀 什么我去他家 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需要喊过来对质吗 所以所以他没有收衣服 然后我直接 我把他的衣服打包 我让他走 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你想清楚 然后他想了一下 把东西给我又放回去了 然后我就这么晚去了 没理他 这个这个就不久前发生是吧 对 没多久 行 他的性格一直就是 有什么又不听我说 又不听我解释 然后每一次回来 就是和我大吵大佬 要不就是我冷战 一直不和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做没做对 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 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 他骗您什么了 当时我还怀着孩子 那个时候就经常 骗我出去打牌 又我一个人在家 因为当时他怀孕了嘛 然后就整个脾气啊 这些都特别的大 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 没做好 他就要对我发脾气 我就感觉在家里面 我就像他的这个出气筒一样 你作为一个来人 你可以让着我一点吗 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 好吗 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 我不能接受的是你骗我 你知道吗 你骗我就不好 现在还打吗 后来就成都去上班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那还是有变化的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反正他对我的态度 脾气越来越古怪 而且你说我对你不够体贴 对你不关心你 从谈恋爱的时候到现在 你自己说 不管条件再怎么 艰苦我还是给你买衣服是吧 然后我自己现在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业 你又不出去应酬 你谈不下来的事 是不是我去谈成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我真的觉得我很委屈好吗 我出去应酬的时候 你又觉得这样不对 条件不好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 你就觉得日子过得很老火了 难道我有多大的错 然后每次我出去的时候 不是我跟你说好了的吗 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解释呀 我在你的心目中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吗 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好吗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主持人 我觉得我们有多大的错 我就算我有错 我都觉得他应该和我沟通 因为之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男朋友了 我就应该把我的亲爱 圈子断了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 几乎我就没怎么联系了 最近的时候心情特别烦 由于工作 然后平时他又和我大闹 大闹 然后我就觉得 在我真的需要倾诉的时候 我连我的朋友都没有了 所以最近这一年多 我就重新把我的朋友 摇喝起来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相聚 经常我们现在又可以回到 以前一样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倾诉倾诉 但是也不完全就是和他们一起玩 一起聚会啊 我有谈正事的时候啊 你知道我的性格 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性格是这样的 对吧 那为什么你之前能接受 现在却不能接受我的性格呢 先平静一下 问几个问题好吧 好 你们现在是夫妻两个人 在做生意是吧 本身我自己就有工作的 然后为了你家庭条件好一点吗 然后我就会去做做活动啊 然后去跳跳舞啊之类的 然后就连外快 然后自己现在干了 你做什么呀 我就是接一些这个婚礼主持 婚礼主持 你们没有开婚庆公司是吧 没有没有 因为就是相对般别人 你的活是他接吗还是怎么 有时候他接 因为我接的时候 都是一些婚庆公司派单 你们俩谁的收入高一些啊 他的收入 你们家一般事谁说了算啊 都他呗 怕老婆没什么 干嘛那么委屈的 不是我还是有听他的时候 行 刚才先生强调了一个近一年来 是吧 对 孩子等于你待到一岁是吧 还不到一岁 我就该回去上班了 近一年是因为我 干了一个小的美容店 相当于现在 我又在上班 又在兼职跳舞 做活动 然后现在又干了个美容店 是这样的 所以你心里挺委屈的对吧 就是在现实情况下 我听起来你们家应该是一个 女主外男主内的一个分工 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谈业务这些啊 相对于能力比我好很多 他在家里面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强势 他老是就是压着我的那种 怕他跑吗 有一点 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 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 我 来这儿干嘛呢 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吧 把这些心啊都放在咱们家里面 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 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 有点 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 但是回家就不开心啊 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是吧 他不找我了 他可以 这一年他的变化是有的是吧 他不像以前按你的描述 没那么爱打麻将了对吧 对 他除了气你他也不出去玩是吧 还可以吧 他表现得不好是吧 对啊 行了老师们看看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风阅 梁女士 为什么你老公一直阴阳怪气 你知道吗 她是因为吃醋吗 这不是本质 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你老公无能为力 她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 她所有的表达方式就是 我要跟你闹 我就阴阳怪气 我就冷暴力 好 那个周先生 你太太咄咄咄逼人对吧 咄咄逼人的本质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她有内疚感 内疚感引发起了她个人的心理防御 以至于你在跟她说任何话的时候 她都咄咄逼人给你怼回去 其实我只要说四个字 你们注意这四个字 你就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四个字叫情感需求 你听到她刚才表述里面 有一段很重要的 她说以前我把社会关系都掐断了 但是我很苦闷 是吧 是 那段时间 苦闷那段时间 你在哪里 你有聆听她吗 她确实是 有曾经有过 和异性不接触的时候 她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你抓住这样的机会了吗 你关注到她的情感需求了吗 你没有关注到她的情感需求 不要拿着 你有小孩了 你必须要回家来 怎么怎么地 这种话来说上 她是两回上 不是说她不能 把情感依托放在孩子身上 但毕竟两岁的孩子 是听不懂妈妈说什么的 所以这件事情 在你们之间要互相聆听 千万不要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 人是情感的动物 不要做没有感情的吵架机器 要做有感情的夫妻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珊娜老师 陆老师刚才基本上就是 其实是在为女方开脱 我有同意的地方 也有特别不同意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 杨女士你需要的是一个 对你好的人 所以对你好的这个男人 是他 或者是张先生 李先生 这个哥哥 那个哥哥都无所谓 你嫁给他 不是基于你爱他 是基于你当时对我好 那这种好 我现在感受不到了 我就要出去 去寻找别的好 因为我在跟别的干哥哥 在一起的时候 会使我心情愉悦 会让我变得开心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好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情别恋呀 不能说因为我挣钱多 我现在在家里待得不开心了 我就出去 去找开心 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公平 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你说结婚之前 他就知道你是一个 大大咧咧的人 OK 那结婚之前你也应该知道 他是一个有没有能力的男人呀 你既然愿意嫁给他 你就应该了解到 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好 说第三点 我觉得性格开朗 不等于轻浮随便 你一直在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事 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关系 但你跟你那些干哥哥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受 只有你们两个人清楚 只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忠诚 我们就经常讨论 精神上的出轨和身体上的出轨 哪个能够 更能够轻易接受一些 但哪个都不可以轻易接受 因为这都会成为一个结 暧昧也包含在精神上的出轨之内 所以你的心有没有走 你的心在不在这个家 另一半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感受很重要 而不是拿事实说话 你觉得没有发生任何的事 可是你的态度 和你一而再再而三对家庭上的态度 让对方心里不舒服了 这和真正发生不发生什么事 没有多大的关系 再最后一点 我觉得你是一个妈妈 尤其你又有一个儿子 我觉得 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妈妈就首先要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你要给孩子 梳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 这点很重要 让他从小到大看到的 最初的母亲的那个形象 会是他未来对爱情 对女人的一种最初的印象 所以我希望 爱自己 也尊重他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问一下小周啊 当时出去搞业务 是你同意的吗 因为他本身 这个干哥哥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对他就怎么怎么 就这种 我们先不扯干哥哥 我就说 当时是你觉得自己弹不下来 所以 基本上我是弹不下来 他弹得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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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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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真正尊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需要问你内心的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会吗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如果向另外一个极限去推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陆琴老师刚才说了一段话 学会 学会 学会倾听和沟通 好好想想想老师们的话 时间留给你们真情 其实吧 我也就希望 以后尽量尽量尽量的少和这些异性接触 然后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我们这个家 如果你还疑惑地还像最近一年这样的经常出去跟一些干哥哥吃饭喝酒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段婚姻还能走多久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在我的心里呢 其实你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只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受到 所以 让我想一想吧 反正 我的一颗心 就随时的 等着着你 如果说你要选择怎样的话 尊重 赶紧成长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看看这一队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头 有请 来 见证这一队的浪漫时刻